大家好 我是今天活動的主持人 我叫做大熊 感謝大家 今天在這麼有點涼爽的夜晚 來到我們的2024台中國際動漫博覽會 在今天的晚上 將會迎來本次國際動漫博覽會的最高潮的活動 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音樂會 演唱會 那我們今天的音樂會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我們今天這場音樂會是 的活動 我們很有幸的邀請到在日本的動畫圈 非常非常知名的配樂家高麗湯志老師 他本人帶著他御用的樂手 組成的團隊YAYBA 親自來到現場 要為大家演出精彩的動畫裡面的知名的配樂 那我不知道大家平常聽不聽配樂 那很多人可能想說看到動畫 我們會講OE 我們會講ED 有些人會聽插入曲叫IN 就是IN的插入曲 但是很多人呢 其實通常在享受於 這些所謂的BGM 或是聽OST 在每一個重要的橋段 例如熱血的戰鬥橋段 例如哀傷的時刻 例如無奈的時刻 這種各式各樣的時刻 都會有相應的配樂 然後去襯托整個劇情的氛圍 這就是配樂家今天最大最大的手臂 所以呢今天晚上我們終於可以聽到他們的演出 但是在高麗康志老師登場之前 其實今天這麼一個難得的機會 我們其實邀請到了總共四組的表演者 一起在這舞台上登場 那在歡迎他們登場之前呢 我們有一些注意事項 主持人必須要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首先 我們前面呢舞台前方 有一條紅色線 就是紅龍線 這條呢請大家不要越過 千萬不要越過 因為前面會有一些器材 而且再靠近前面 音壓會比較大一點 大家耳朵不舒服 那今天這個場地呢 是一個免費 而且是可以自由移動的場地 所以等會呢 如果你想要找到一個比較好的spot 找到一個好的聆聽跟參與的點的話 歡迎移動 但唯獨注意 旁邊兩區的草皮區 不好意思 因為原方是不可以踐踏草皮 大家這樣踏一踏 可能草就死掉很可憐 所以我們呢不要去草皮區 但中間的這個專道區 是非常的OK的 今天這場活動 是一個免費的活動 在前面三組的表演者 都是開放搭攝影的 唯獨只有日方那一part 是不可以攝影的 因為我們今天會放動畫 所以會有影像版權的問題 所以呢真的 是要請大家一起配合啦 好 那我們既然呢 開始了 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開場 今天這麼高興的場合 我們也非常高興的 邀請到我們台中市政府新聞局的局長 阮志儀 阮局長 今天要來